郝海东一分社保不交 一分医保不交 这在我共产党里面 我到现在我就一直 我一直不相信 文鳳你说这帮孙子 那我问问你 他们是不是骗子 你们这帮孙子不是骗子 我都不交 你看透了 郭文贵这是你 你空空说是骗子 我们拿十万美金去投资 那你倒不骗了 我怎么不放在你那里面 我们当时我有的是钱 对吧 就那么点钱我都不交 文鳳你说我觉不觉 我就从来 你从一开始就看穿了 他那个社保啊什么 就是一大骗局 不是 因为这帮孙子不靠谱 你懂吗 就是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可能没有说 一开始没有一下子看穿他们 那么透彻 但是我知道 纯属扯淡 等着我需要 拿你给我的钱的时候 没戏了 你就等不了 你等不着他给 所谓的医保报销的 都扯淡 所有的都 花一百块钱 能报的就一块钱 他都告诉你 这个要不好 那个要不如进口的 反正你吃的这些 用的这些 都是扯淡 都不行 对吧 你报不了什么东西 你只能自己花钱 而且这帮孙子就明着 讲白了 真的就抢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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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